黄子焦报信骚一个月后首发声 两万字长文 十大重点 不心生死末 近期者 这是一篇写了近一个月的文章 这不是传统的道歉文 比较接近日记文 但该致歉的 绝不会少 很抱歉他迟来了 而且是瀑布文 起起伏伏 两万字上下 极长篇 所以这次我没办法如既往 其头其尾 关于本文方向你字数多寡 我自认什么范本都不适用 而且肯定无法满足所有人 时间回到6月19号早上 起床后 该来的总是回来 我看见过去的黄子焦 前来毁灭现在的黄子焦 然后如我所预想的 现在的黄子焦 想消灭未来的黄子焦 那画面 肯定是日后的一个阴影 至今也无法仔细回想 到底是哪来的能力与决心 是鬼迷心窍 是一了百了 或许我想的是 只能一了百了地致歉 谢罪赎罪 才能远离阻断 未来没完没了的内外纷扰 那天早上的我 该干嘛 又想干嘛 我记得影片中 我绝对有认错与道歉 这是我第一件该做的事 在此 我意要再次为过去的欲举 错误的行为 向相关人士所有对象 又一次郑重道歉 而那些自以为是 又放肆偏差的内容物 随着后来 自己心智与录像的转变 多年前 早已经彻底销毁删除 不存在这个世界 而6月17 我不小心看到 与太宰志 有关的纪录片 我相信这是必然的巧合 呼应了我偏激的行动选择 突然 听到太太撞进木门 呼唤我的片段声音 过一回 我被缝合伤口的疼痛 给间歇痛醒 但也不是真的清醒 接着 我感觉到救护车 快速又颠簸的奔驰 路程好长 去哪儿 迷蒙之间 一直有很近距离的警笛声 6月19傍晚 我才真正的醒来 但还没有恢复 说话能力与思考的速度 行动也缓慢 跟许多影视作品缩演的一样 我当时过度情绪化 无法拼凑现实 只有极不清楚的 无意识猴鹰 接着 我哭泣 看着我的太太 我跟她说了第一句话是 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 对她而言没有为什么 对我而言 一言难尽 但为什么要救我 太太貌似产生了心电感应 中午 根本没有看录出影片的她 突然匆匆忙忙离开会议 然后找到不在家的我 她事后说 当天她用蛮力破门 稍作检查后 冷静通报 接着在我耳边呼唤我 我隐约都有听到一点 场景四甲缓针 老婆放下一切陪我 闷坏了吧 她说没关系 她爱我 她在医院代表出面露脸后 也停止对外发声 并暂停社群更新 所有该推动的公式停摆 既定的工作连带终止 包括产后 她重新开始艺术创作 筹备一年多的各展 建在闲上 如期开幕 但也取消记者会与座谈会 推辞戏剧拍摄等等 何其无辜 我希望 她可以赶快重启 她自己对外的精彩人生 恳求各位体谅 支持她 对不起 耿如 我只能用捡来的余生 好好弥补 我美丽善良 勇敢 善解人意 又无敌坚强的妻子 这是我上辈子修来的 这辈子我也要好好修 学习她 跟随她 多用高我判断事情 时至今日 我在此也要郑重 对当前影片内 所提到的人事物 说一声抱歉 对不起 如同若全老师解读的 欲试俱焚 不用原谅我 都是我的错 我相信在过去这一个月 有很多人针对相关事件 做了很多分析和叙述 我不敢看 只有少数人 传了两篇文章给我 其中一篇是吴若全老师 透过他的解读 确实直白地 说出了我的潜台词 但可想而知 无论是媒体或个人 又或专家网红名嘴 肯定无法百分之百了解 传递真正的我 毕竟 6月19 我也没时间 把心声说得太完整 这个月我在做什么 先处理各种情绪 无法接触外界的事物与话题 忏悔 反省 后悔 反思 有人告诉我昨日种种 譬如昨日死 这些我都懂 但是真的在经历 这一段路程的时候 情绪与风景波涛汹涌 回敬老话一句 只有经历过的人 才知道那是什么 代价举大 消失 才可以解决我对未来的担忧 结果我竟然还在 所以担忧也都在 持续让我恐慌不已 足不出户 我只能先从内在 好好处理情绪 包括认回不完美 有些记忆绝不会遗忘的 只能转念 只能放手 只能往前 试图用更好的自己 去回馈世界 力探 抚平波澜 这个月 什么人都不适得我 持续对不起很多人 例如跟我长期抗战 同甘共苦 三十五年的经纪公司团队 收拾善后解约赔偿 一定几困扰 对不起 我贵些 而化妆师 在我工作量聚增的时候 推掉其他业务 专注合作 而此刻 他和先生 还是有两个孩子要养 但这个乐器 他完全没有收入 我的团队 跟着我这么多年 陈明珠也签在工作室旗下 默契十足 事发后 也相对恶然又茫然吧 即使在第一时间 他们都是给予贴心的 关切与大气的言语 但我真的辜负 他们的跟随 对不起 所以 您知道吗 六月十九那天 即使我醒来了 也还是什么都不敢要了 我当晚跟太太说 遣散吧 变卖吧 退出吧 解约吧 这样败坏的我 还敢要 我哪有脸贱人 有啥资格 对自己的熊熊怒火 无穷 无尽延烧 然后 潸然泪下 无力毁天 我太太 只是聆听 没有执行 过了几天 感谢小燕姐 陪老婆 替我理性分析 理出对策 继续照顾团队升级 而这些都必须要拥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召回我的责任感 但是 我仍感觉自责 受不起大家的爱 也受不起大家的恨 正反情绪 反复 冲击 直到某个时间点 吸口气起身 担起责任 往下走 事实上 在我出院之后 透过电话连线 我也跟小燕姐穿歌 坦白了许多心路历程 哭哭啼啼两小时 很难整理文字发表声明 后来 我又重新口述一遍 结果代替我撞稿的人 依然无法归纳 但此刻 一个月了 我在相对稳定的时光里 应该要自主表达些什么 虽然下一秒 稳定心情 可能又被一杯 澎湖送来的行人茶 而感动 但至少 我不太轻易哭泣了 最后 我要再次 像多年前伤害过 造成阴影的人 至上最深最深最深的歉意 以上我的纠结如此多 想必那些人 在不一样的情境中 磨难不会少 而且是由我 产出的错误 而我真的知道阴影 多难扑灭 这个歉意 所转化的行为 是六月十九那天 让我什么都不要了 的具体行动 可想见 我想到的歉 有多么用力 自责与无助 无法重组人生 只能推翻自我的生命旅程 那些年 我深系不说出口的恨 身在谷底挣扎 一边奋力一搏 却一边把人带进幽谷 罪灭重大 恶的循环 当然 余生 无法得到所有人的原谅 但至少祈求 能够被相信 未来的我 会做一个更好的人 不伤人 如同周老师书里提点的 用生命接住生命 用生命帮助生命 然后身心灵都健康 终究 我被救回来了 救我的那个人 当初让我变成了 黄子娇二点零 如今 又给了我新的机会 我 黄子娇三点零 会带着手头上 所剩无几的爱行径 那些曾经拥有的荣耀 已成灰烬 但我会牢牢记着 转化成燃料 毕露蓝绿 不过度盼望 但求修好余生 祝 共好 黄子娇尽上 2023年7月19